漫谷下雪了 这是什么末日奇观啊 而且泰国人这波鼠石卷出新高度 开搞异世界浑穿了 不仅找到了命运班的爱豆老公 最后还双双把家还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还的 吉米超人气大明星 小海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枚 这天小海陪朋友去追星 结果在厕所里遇到大明星吉米 他升级把朋友脱自己化的帽子送给他 吉米当下就让小海帮他把帽子戴上 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小海当场被吉米电云 泥得不行 哎哟 多少有点一见中天的苗头哦 然而和大明星的恋爱进度还没拉呢 就飞来横祸 小海第二天就在海里抽筋溺水了 本以为再睁眼就该见上帝了 结果却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再次醒来 还浑穿到了另一个叫饼子的人身上 而且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相反的 只是透明的 啤酒比红酒贵 一根手指代表数字二 小海懵了 幸好同会穿越者的护士告诉他 要想换回去 就必须要找到和他一起穿越来的引路钥匙 判断的方法是 遇到钥匙之后 穿越者会做玉之梦 为了回到原世界 小海开始排查饼子身边的朋友 他锁定了呼唤身份那天 把饼子救了送到医院的龙宝 小海各种死缠烂打 终于在龙宝助唱的地方 蹲到了他再唱原世界的歌 果然龙宝也是穿越者 小海火速依靠机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和龙宝接上了头 但他不知道的是 穿到龙宝身体里的灵魂 正是小海的心动爱斗吉米 他们还一起去了穿越者协会做匹配问卷 结果却显示 他们并不是对方的引路钥匙 但他们也只好先在一世界里好好生活 这个世界的龙宝是个剧本作家 为了写出爱情剧本 吉米拉着小海去观察情侣约会 还做了很多臭情侣才会做的事情哦 我看这根本不是什么观察情侣 就是吉米你小子在找借口调老婆吧 他们还意外在荒郊野岭 发现了一家漂亮的咖啡厅 当下就决定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定情之地 啊 剧本男女主的定情之地 在这浪漫的氛围下 吉米忽然问起小海 如果回去的方法 就是需要我们俩谈恋爱 怎么办呢 OK 我收回刚才那句话 这就是你们的定情之地 从这之后 吉米居然真的开始追小海 小海朋友聚会 他跟着 明明酒量很差 还是要当老婆的酒桌保镖 在婚礼上接到手捧花 被邀请上台发言 他直勾勾钉着小海说 已经有在追求的人了 而且他还要跑到小海的学校 在窗户上画爱心当众表白 哼 小杨 这还弥不死你 吉米的强势追求 让小海心动又慌乱 他想阻止吉米 可吉米居然说 我可都可了 你跟我讲是演戏 不用等小海动手了 定妹我先把你小子狠狠创废 这回答让小海阴谋坏了 结果他们大吵了一架后 吉米还玩失踪 最后还是小海冒雨 跑到定情咖啡厅找人 吉米怕不是第一个 不仅耍老婆 还让老婆冒雨 跑来哄自己的老疯吧 好在这小子还算上到 老婆都亲自来找了 吉米也火速低头道歉 和好后的小两口如胶似奇 一起为了电影的制作努力 这天拍摄的时候 还下起了大雪 两人在大雪中手牵手奔跑 是的姐妹们 曼谷下雪了 夏天永不停歇的 泰人的一生执念 在这部剧里实现了 可尽管他们很努力 吉米倾注心血的电影 还是失败了 又没了写剧本的收入 只能失落了回老家去了 吉米走后 小海各种赌物私人 看到吉他 想老公唱的歌 看电影 想那些和老公一起努力的日子 吃饭想他 睡觉想他 总之就是想他 想他想他 小海再也忍不住了 他要背起吉他去找老公了 于是他在老家 找到了颓废的吉米 小海的到来和安慰 鼓励了吉米 他决定重拾制作电影的梦想 还说要以他们的故事 作为蓝本 这一刻小海确信 他一定是爱上吉米了 可这时 穿越者协会的会长 突然去世了 原因是另一个世界的他死了 小海害怕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在吉米身上 为了能让吉米尽快回去 他找到了疑似吉米 引入钥匙的妹子 疯狂撮合他们 可是当吉米真的和妹子亲近之后 他又控制不住吃醋 开始躲着吉米 直到这一天 妹子告诉小海 吉米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候 说起的全是关于他的事情 他觉得他们才是彼此的引入钥匙 小海再也无法抑制 对吉米的感情了 他们互表心意 电影最后也获得了成功 在这个异世界里 他们还遇到了爱情理论的三三 这时候的三三 已经实现了梦想 成为了著名的电影人 想必他和凯兹哥 也一定很幸福吧 这一波梦幻联动 真的泪目 这时小海拿出了 自己为吉米准备的礼物 吉米看到帽子上熟悉的图案 终于回想起了 小海和自己在原世界的联系 他们还意外发现了 回去的真正方法 在最后一页 吉米准备向小海 坦白自己的真名 可是小海却睡着了 他果然做了预知梦 这证明他们要回去了 可一觉醒来 小海却发现 自己还是停留在异世界 但眼前人却不是吉米 而是原来的身体 主人农宝回来了 吉米单独回去了 自己却没能成功 幸好 他看到了吉米 在沙滩上留下的真名 小海也终于知道了 这段时间和自己相爱的亲亲老公 就是心动爱豆丫 小海迫不及待 想回到原世界见他 但却被潮水困了整整一个月 什么潮啊 长一个月还一艘船都没有 害人的想象力真的离谱 所幸最后 他们还是在原世界的 定情咖啡厅相遇了 那当然是开启甜蜜恋爱啦 这部剧真的可以说是 吉妈妈亲儿子 超强卡斯加新奇的 平行时空设定 加吉妈妈全司 清朝出动的客串 滚宝呆呆 惠惠等一大拨人 就连刚签上的泡芙都去了 这开局直接把观众期待直拉满 可是中间的剧情实在有些拖沓 还有不少态势硬广 整部剧追下来定位真的有点失望 不过吉米海还是很好磕的 而且画面也确实拍得很精美 对奇幻丹美感兴趣的姐妹 可以浅冲一下哦